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古海洋帆 这里拜最关键的问题 还是围绕在银行业的资金风暴 从美国矽谷银行突然间倒下 后面又有一些美国的银行被接管 再到瑞士信贷也传出来 发出求救了 好说他们有大股东的钱不给了 怎么办呢 是不是也在在体现出来 现在资金紧缩的问题正在显露 而整个全球市场上面资金锻炼的风暴 正在上演 那好啦 下个礼拜还有新的议场联准会会议 会反而是市场所预测的因祸得福吗 他们的政策会因此改变吗 我们的政策 我们的策略是不是要做调整呢 今天请到两位专家 好朋友来到我们现场 来帮我们做一些策略上的拟定 首先第一位是蔡明翰老师 明翰你好 晚安 艳婷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王文良老师 老师你好 晚安 艳婷晚安 大家好 晚安 好 还是很关注在矽谷银行 还有瑞士信贷的风暴啦 但是事件的过程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相信这一个多礼拜 不管是新闻啊 YouTuber啊 好 网络上面有很多很多 针对事件做了很多的说明 那现在此时此刻 我们比较好奇比较担心的是 那接下来呢 好 要请明翰帮我们事件做衡量 到底会怎么影响 接下来的上面的一个市场情绪 尤其上礼拜还有一些很关键的联准会 要政策开会了 好 大家市场上面会有一些情绪上面的转变 联准会态度会改变吗 OK 其实这块来讲 我们先帮大家做个剖析 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欧美的这个银行事件 到底后续呢 这个市场上来讲 通常都对比就会讲到这个当年08年雷曼兄弟 那他认为说目前的状况 其实当然我老实讲很多的状况也类似 比如说CDS的走向 VIX的走向 其实跟当年的一个背景来讲 看起来是非常类似 可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有三点比较重点的关键点 我个人觉得其实就目前的角度要衍生成当年的金融风暴 其实大小还有非常非常大的落差 我们先讲到第一个重点 我们先讲这个所谓的 当时在这个矽股银行的对比 当然说资产规模 其实跟当年雷曼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因为毕竟来讲这个矽股银行 你会看到矽股 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个所谓的区域性的银行 那虽然说常常在讲他是美国第16大 但是其实他真正规模不到摩根大通的十分之一 而且他比较特别的现象 他是在矽股当地 那主要他做的这个放贷都是 这个科技业的新创公司 所以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市场 所以这块来讲呢 这个等于规模影响的规模来讲相对有限 我觉得这块来讲反而是比较次要 第二个重点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关键点 这个整个故事来讲 简单而言就是公司投资 那主要是在债券的一个部分 有18亿美元的亏损 那公司来讲就是简单来讲 他准备要这个认赔了 那认赔呢去认列这18亿的亏损 同时要希望做增值去补足 这块亏损的情况下 但是重点是跟大股东沟通有问题 大股东不愿意做增值 而且并且把资金一抽离之后 市场恐慌一天就抽离了这个420亿 这是大家恐慌 大家拼命的去提钱那你是存款户 你来提钱我必须要给你 可是我当时把你的钱 我借给人家 我不可能当天去按电铃说 你把钱还给我 所以当时瞬间没有了钱 去给这个存户提款 但严格来讲 当时呢你存的钱 其实他都有放贷出去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抓一抓也不过就是 可能二三十亿的这个亏损扩动 所以第三个最重要的重点呢 这个在这个政府的一个部分 那无论从这个央行啦 肺的主席 随即都跑出来提到说 后续来讲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 那这个政府的一个部分来讲 一定会保证 所有的这个纳税人都可以拿到资金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重点 其实跟雷曼差距就是两个重点 第一个部分 当年雷曼的一个扩动 当时呢市场发现不对劲 政府进场下去做分析之后 结论就是这个洞到底多大 政府短时间之内完全没办法了解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不知道这个所谓的 这个整个金额的一个情况下 政府不敢贸然行动 所以最后只好让它破产 那这一次无论是在美国 就是这个矽股银行的一个部分 只有大概二十亿美元的亏损 甚至目前刚刚讲到规模的一个问题 瑞幸总总够大了吧 它是瑞士第二大的这个银行 但是这一次来讲 他也提到500亿法郎 等于是说540亿美元左右 看起来金额很大 跟我们刚刚提到一点 就是你只要算得出来金额 其实都还在这个可控范围之内 第二个部分来讲就是政府的保证 无论瑞士美国来讲 其实政府都做了 不用担心你只要所有存款户 不用担心这个所谓原本的保险的一个上限 哪怕超过保险 政府都会完全赔偿给大家 所以我们要提到这个风险的一个部分来讲 自然有办法获得控管 资金的恐慌性明显的降低 所以可以看到美元的一个部分来讲 在前几天恐慌的时候 美元出现大幅暴涨 所以简单来讲 大家躲到美元之中 一说了之后呢 美元快速下跌 恐慌性明显的降低 所以要再次重申两个重点 第一个只要亏损金额可算 第二只要政府站出来保证之后 其实简单来讲这个风险应该都在可控范围之中 所以明显老师那你觉得你给联准会 你给瑞士央行的动作打几分 你觉得他们这样处理真的有把事情解决了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情况下 我个人觉得八九十分有了 该做都做了 简单来讲就是告诉大家这风险在哪里 第二你不用紧张 你不用担心你的保险的额度 因为美国就是超过25万以上 那保险就不负责 那有些人存了100万 简单来讲只能拿回25万 那75万就不见 所以大家会去挤兑 那政府在讲你不用管你存了多少钱 所有我都会赔给你 所以你不用急着去领 所以呢等于说银行也不用去跟这个放贷的人 赶快拿回来 未来只要时间到了 钱拿回来再还给政府 这段时间只要政府出钱 先把还给药体领的用户 让市场恐慌气氛放下来 其实很快这个风暴就会结束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家 你看我们以为矽谷银行解决了 马上就又瑞士信贷 那会不会又有其他家 那联准会跟央行们各家央行们 不可能每一家都这样处理吧 对应该这样 跟这个所谓雷曼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点 就是当年雷曼是用高度杠杆 所以导致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损失无法去做控管 可是从08年以来 所有的金融 全球的金融市场都被政府管控的非常严谨 这种高杠杆商品 其实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所以这次来讲 我们刚刚提到 当然未来 我可以相信未来还有未包单 但是刚刚提到两个重点 你只要看到 这个损失的金额马上可算 第二政府只要出面保证 其实这个不会出现这种滚雪球的效益 最后一个问题是 那你觉得最近联准会这样的处理 瑞士央行这样的处理 算不算一种变相宽松 是所以后续来讲 等于说他在收紧资金的部分脚步 也有可能会因此而放慢 所以紧接着下一个重点就来了 下一个礼拜还有一次的联准会会议 那文良老师觉得 会大家所想的因祸得福吗 联准会反而脚步会变松吗 其实联准会的脚步本来就会变松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公布2月份的CPI的年增率 是6% 那这代表说它其实物价上涨的一个幅度 已经趋缓了 当然通膨还没有达到它的一个目标 但是联准会它为什么在过去这一年 它积极的来进行升息的动作 而且大家很担心的就是 联准会持续的维持鹰派的作风 那就是因为物价之所以会大涨 形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那就是联准会当初面对 新冠肺炎的时候 疫情的时候 它去采取了一个无限量化宽松的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一推出 导致市场的一个资金非常的充沛 而且大量的涌入股市 所以它也推升了股市的泡沫 除了推升股市的泡沫之外 也导致物价巨幅的上涨 这都是当初他们的一个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 但是我们事后回想一下 会发现说那个量化宽松的政策 根本就不应该实施 为什么 因为到头来呢 还是有这么多的人染疫 到头来呢 其实整体的经济活动 并没有受到太大幅度的冲击 但是贫富差距却扩大 所以形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所以联准会 它其实不关心矽谷银行 它也不在乎瑞士信贷 它真正在乎的是通膨 因为它是抱着一个赎罪的心态 在进行一个升息的措施 因为持续的升级 它有可能会导致市场的资金 流动的资金变少 或者投资减少 那进一步的 当然经济就会衰退 所以他有讲过 他就算忍受经济衰退 他也要打压通膨 而且没有无痛摆脱通膨的方式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矽谷银行倒闭 或者其他三间小间的银行倒闭 甚至即使后续还有连串的 刚刚印尼所谈到的卫报弹 对联准会来讲 这都不是他在意的事情 他唯一在意的是 他的通膨目标要降到2%以下 那即便2月的CPI年增率是6% 物价还是涨 他只是涨的幅度 年增率是涨的幅度 跟前一年比较起来的话 他稍微的一个缩小 而不是物价 他往下降低 所以联准会 他是会持续的升息 而且他升息的目标 应该是接在5%到6%左右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后续整体的利率 就维持在一个相对的 高档的区间 那么这对银行业 当然会带来一些压力 可是这个情况 是他本来就已经预知到的 那如果说 真的产生了一些金融危机 或者把股票市场 整体的股价往下打的话 那当然对消费来说 他一定会减少 那联准会为什么会应派 因为今年1月 美国的市场实在太热了 甚至零售业的销售量 升下了30% 所以让他不得不 继续的寄出 这个升息的措施 因此我们认为 后续会比较折中 就是他升息的方向是不变的 但是也许本来大家预期的两码 会因为连串的事件 他对这个市场 稍微有一点让步 因此改为升息一码 这是目前市场普遍的共识 就是他会升息一码 当然华尔街 这个时候有一种 情绪勒索的感觉存在 就是如果你继续升息的话 我们就导给你看 或者对就产生这样的现象 确实银行也在导给他看 没有错 但是联准会的目标 不是雇到这些银行的生存 联准会的目标 是要降低通膨 因为真的物价下降了 才符合整体的大众的利益 这才是联准会他的目标 那至于说像矽谷银行 或者是这个瑞士信贷 他们所服务的对象 或者是那些新创公司 或者新创的创投公司 其实跟我们绝大多数的 散物投资朋友 或者一般的民众 他没有太直接的关联性 因此这对联准会来说 绝对不是他升降息 所考量的第一要务 因此我们认为 他还是会继续的升息 而且升息的幅度 可能会降低 真的终端的利率 应该会落在 这个5%到6%这一个区间 那好是好在 我们有看到 最新公告出来的CPI 虽然是年增 但是幅度有慢慢的在下滑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让 给市场上面一些空间 那好 那我们一起来砂盘推演 如果下个礼拜 联准会真的 放慢脚步就升这么硬 对市场来说 好消息大涨特涨是吗 两位的看法 对市场来讲的话 其实这就是一个 理所当然的现象 因为现在大家预期了 所以他反而对市场 不会有太多的一个 这个冲击 也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影响 因为这个是大家 预想到的一个状况 所以对于整体市场 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瑞士信贷之后 对于整体的金融环境 跟金融体系不信任 担心有其他的 卫报弹的出现 跟联准会的升降息 已经没有关系了 因为这个升息一码 已经在大家的预期当中 除非联准会升息两码 就会有冲击 或者是联准会 他暂停升息的话 那就会是一个利多 那如果是一码的话 那对这个市场 他应该是平静无波的 OK 这是对于下个礼拜的 联准会的动作上面的预测 但是毕竟因为市场上面 未爆弹 可能一个一个正在显露出来 市场上面的情绪 确实是焦虑的 正在改变的 那么对法人的动作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还是他们已经偷偷在台面上 做出什么调整呢 收拾一下 接着回来 来看看外资法人的动作 收拾一下 ő Corona